谈谈巴克宝,现在是在西南面的地区 今天比较好,今天乌克兰军队在阿弗兰军队做了一个不错的反击 将乌克兰军队推卸到天零四、天零四出少少的地方 这也是很开心事 还有可能附近有些装甲车的出现,我们昨天也有说到 向前冲等等的事情,但也很危险 其实有装甲车这样向前冲锋也是危险的事情 但很可能他们判变的形势就是对方的炮火不多 所以究竟现在是不是在说 乌克兰可能准备在巴赫武做反攻呢? 如果他判断了形势巴赫武是适合做反攻的话 这就很可能和之前扎连斯基为什么要决定所巴赫武的情报一致 究竟是不是在说俄罗斯那边的炮火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突然支持不住他们的攻势 完全支持不住攻势之后,令到乌克兰有机可乘 我觉得现在仍然是原子上早的 当然我们也有判别过俄罗斯的兵力是不是已经过了高峰期 即是他们现在的兵力这样去攻击巴赫武都没办法打穿 其实将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他再去打阿弗迪夫卡 或者他打在南部的湖力达 在罗里达地区其实只会更加困难 而在罗里达的重大损失是拖着他们的部队 例如我们说第155海军步兵类 在俄罗斯做海军是很惨的 你做了海军会变成陆军 因为他们会把你扑入海军步兵类 然后你又要上陆地打着也挺惨的 没有啦,以为自己有陆战队这样打 其实也没分别的 当然他们就不会有美国海军战队这样的战力 所以那些人力和装备的损失都会去到灾难及 说试试用VDV这些预备役部队去填仓 那你VDV是什么人啊?是精英来的 你又把精英填下去做人海战术 绝对都是很绝望的程度 我觉得他们这些增加的派增活的部队 其实说真的去送头 其实是相当之不值得去访效的 这件事的 绝对的 这样去送头 其实真的非常奇怪 好 另外我们再说多一点点 在巴克武最近是很有趣的 最近在巴克武 他们在一些附近的地区 即都是在巴克武的地区 他们就继续进行一些大型的攻击轰炸等等的情况去做 无论是巴克武 南线和北线是激战 包括上少少的Chromo 下少少就是Ivaneske 其实在这两个点 现在乌克兰都是恶战的了 这些地区其实都不容易打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两个点大家都打得开花了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他们在一些建筑物上 似乎他们用了美国来的武器 将他们攻击 现在将俄罗斯的守军 俄罗斯的攻击军队 尽力地打进去巴克武 就尝试变成一个搅浴机 将他们攻击 现在在巴克武 Chromo的以北 一个地方 我们叫亚希尼 可以这样叫 亚希尼 亚希尼 这个基地 他们建设了 一个基地 在一座大厦里面 一个基地 但是很奇怪 我们看到乌克兰第93机械化铝 他们用了一架无人机 然后一架无人机 然后放了一粒蛋药 炸 其中一座建筑物 可以炸到开化 当中有可能是M30M31 就是我们经常说 凯马斯大那种火箭弹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 如果M30M31 你都不用这么用 反而很可能 我们是怀疑过它属于JDEM JDEM 我们说这个联合武装的直接弹药 这个联合直接武装弹药 简单说 就是一个炸弹 不过它有GPS尾翼的定件 令到它可以非常精准 因为有GPS 尾翼能够调节到 即是空中要如何转变轨迹 最后换好自己的轨迹 攻击目标 它那个精准度很好 即是在几米以下 非常精准的攻击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必中 所以很明显 你会看到 今次是带美翼的滑墙炸弹 炸中了这些建筑物 里面有很多人立即徒生 你会看到 炸中了对方一个指挥中心 或者一个经营 即是我们的看法 其实去年俄罗斯军队 无论是民兵 还是华纳集团 他们都是疯狂地围住巴克鲁 来进攻 所以去到今天 都可以算是这样说 乌克兰当然也牺牲了不少性命 真的牺牲了不少性命 但是俄罗斯真的要付出一个代价 当然你说 在巴克鲁能否受得过 一开始的时候是受得过的 其实巴克鲁的战选比应该是挺好的 例如有七至十个俄罗斯的人 去换一个乌克兰士兵 这个战选比 在任何军事比较也算不差 但是有时我们俗称叫好景不常 因为始终 你看到对方不要命那种攻击 不断用囚犯来攻击 即是去消耗你的游生力量 弹药等等 他将他的线 已经是几个月才走几公里 一路路地打到进去的情况 包括苏利达最后失去 即是我们都说到 他推去到某些位置的时候 其实他开始占据更好的地形 包括他在今年的一月份 我们说到苏利达失去 再走进一些 在南翼也好 北翼也好 他们占据了一些高地 占据了高地之后 有地形的优势 火炮的威力就会出现 所以那个战选比 其实已经不同了 由以往经常说的1比7 我绝对相信现在 不可能是1比7 现在在前线里面 乌克兰士兵 受伤的比例会很大 我经常听很多其他Twitter的消息 其实很难证实 很多网友有时都觉得 我们会不会经常觉得 巴赫母要棄手 我们是不是说得太过保守 但是我们是很同情 乌克兰人、军人的性命 大家都知道 我们性命是非常专注的 生命成我贵 虽然自由价更高 但是生命也真是成我贵 大家是没有take two的 你的人生只有一下 我不计计你什么 投胎、前世、转世 你这些现世也只有一下 你家人也只有那班 所以你最后也要活着回去 当然是最好的 你说有时战死也没办法 但是是否需要呢 是否必要呢 我们要去想 所以去到现在的战选比 实在是不好的 可能是2比1 1.5比1 这样的情况 还值不值得这样去打 因为俄罗斯始终国内人口 是有两亿 一亿多些 又不会去到两亿 一亿多些人 乌克兰是4千万人 自己也没有了1千万人 你可以蒸的兵不会多 甚至乎在街上也要捉人 有时说 你去和俄罗斯补充新兵的价值 乌克兰的投入要更大 所以人命损失来说 乌克兰是不能与俄罗斯相比的 1比1一定是乌克兰的 1比3 1比5 才在战上延续 才是合理的 所以某程度上 乌克兰是不值得投入太多 人命损失在巴姆这个战场上 如果被对方占据了地形的优势 就开始 刚才我们说了 亚克兰因为他本身比较高 占据了去打Kromov 这边的损伤大 而且他们因为位置近 0506的攻陆 所以在补给线上 也经常地打到补给部队 令到0506一个很不安全的补给路线 其实你要进入巴赫武市中心 你两条线 0506的北面 0504的西南面 那0506呢 其实到004已经是正式攻路 他们乌兰能够使用 大家也知道 乌克兰很多大部分东西 都是用车车去运进去 你火车都不到 如果你被俄罗斯火炮覆盖 这件事很危险 某程度上 在上个月尾 今个月头 其实0504 我们和大家说过 被人切断过 所以我们出过一集 和大家说 巴赫武的补给线 是被人切断过的 非常危险 幸好取得回 所以为什么当时 要想要切断 是真的连0504都没有了 0504已经比刚才0504安全 都没有了 当时很绝望 是真的有考虑过 但是最后没有了 选择 当然他们要修复 0504 某程度上 他们一定是要 为了现在 0504、0506 所以你看到 南部的Ivaneski 北面的Kromov 要守住 就是要靠这两条公路畅通 才能够和市中心 那边联系得到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他们最近 就一定要在一些有优势的地形中 修复 起码要打走你们 因为那些火炮 这样打下去 真的不是办法 那怎么打呢 就是大家都不太够炮 但是乌克兰有样好 虽然它不能够炮 但是始终西方还会继续给炮 而且最重要就是 他们最近有些好东西 就是有JDAN 我们说到JDAN 尤其是extend range 真的送你一对翼那种 所以它射程很好 其实跟海马斯一样 都是大约70公里左右 这种有GBS制度的弹药 一例度 那种快准行 吓死俄罗斯 那当然你要使用这种炸弹 你要用战机 那用战机的问题 古克兰真的没有什么战机 这真的很大问题 但是你说 古克兰的战机 另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能高飞 因为高飞 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即高飞 就会被对方的仿佛雷达锁定 如果被对方仿佛雷达锁定 就完结了 基本上完结了 所以没得搞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唯一的做法 他们是要选择低飞 选择低飞 选择低飞是他们唯一生存的办法 但是低飞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你选择低飞的话 你那个炸弹的投放 你不会射得远 为什么呢 因为JDAM这些炸弹 是牵涉到你的飞机要飞得够高 飞得够高的时候 你释放的时候 那就是你知了 首先飞机的初速 飞得快 再加飞得高 那快和高 令到它带出射程自然就会增加 这个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很陌生的事 但如果你只得快自然 但是你低 那自然你落地的时间 你会快很多 所以相对 变成你那个弹 能够有效攻击到的地方就少了 这些数据大家都不会很难计算得多 正正就是这个道理 令到JDAM的extend range 就显得比较苍白蒙灵 但是当然 对湾南人来说 他们都会寻求他们的创意 就是怎样可以令到 这些弹药可以做得更好 放在米格战机 唯有这么玩 就是低飞 低飞去到那么上目标的时候 就将机头拉高 将机头拉高 当然要去到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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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目的是 把机器那么并肯定向着 ripple那ати 但肯定向着ände vida направ定 and check to moving on 某个앞 就为了一个名革electual 抛出了某次页 抛子彈出現的情況,加上速度和空角角度 令子彈慣性地向上帶,形成一個抛物線的形式 因為子彈本身沒有動力,沒有火箭,沒有扁火 純粹慣性地帶,GPS立刻在這裏做了一條行 令子彈達到大約10英里以外 令子彈本身預先設計的射程減弱,但也沒有辦法 Extend Range的好處始終是一對翼 Extend Range後有翼翼,事實上又可以飛軟一點 JDAN是好一點的,然後就盡量遠的角度去攻擊到他們想要的目標 但我們都說一句,你越飛得低,你帶出來的射程就沒有辦法 但只能這樣說,盡人事 今次這個JDAN的炸彈似乎是這個建築物的大概 我想是10米不到的地方爆炸的 真的炸到下面,建築物炸到怎樣承認 炸到怎樣承認 說真的,整個城市的設計 巴克姆市中心的設計 一定很多大樓都有地下室 有地下室 還有下面要做很多防禦工事 因為它就是提防給美帝攻擊 當時蘇聯設計有哲學的 但是市中心以外,它有你炸的 那些人一定是住在大樓上面 所以對JDAN的抵抗力就會比較差 所以你說現在,烏克蘭人用JDAN 你適用,其實你一樣可以炸到坦坦要 就算你不可以extend range也好 你只要在自己地上用 你也是在北核武這邊用 甚至你也不是用米格 你只要用蘇25 用到JDAN,我相信在計算上 事實上你要雷達導引也不算多 你本身設定好parameters 到JDAN,其實目標也是那裡 政治目標也是那裡 你不是打二動目標 所以我覺得OK 不過當然JDAN的彈量不多 所以就省著用 重要目標才好用 但是其實巴核武對他們的指揮中心 或者他們的後勤的部級等等 這些位置不會太多了 一座城市都被你炸到沒什麼 所以這些JDAN去攻擊目標 我覺得不錯 現在就視乎美軍的JDAN的付出 可以給到多少 以及在手上可以擺到前線巴核武附近有多少 現在JDAN會不會成為一路奇兵 可以扭轉戰局 在巴核武上掩護他們的士兵 接下來做一個反攻 尤其是在Ivaniski這邊 可以令到西南部 確保0504這條路線安全 然後在這條線上進行一個反擊呢 這當然是一個最大的消息 亦都是我今天報導裡面 我覺得是最正面的消息 JDAN的extend range 會不會成為了這麼多個軍部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當然我們今天也收到 就是美國那邊 其實接下來會有一個軍援出跌 軍援都明顯會針對現在戰場需要的人 包括15毫米的炮彈是大量 海馬斯的火箭彈是大量 M2 Black的戰車 反戰車的武器 一個都蠻特別的作戰艇 接下來會供應 這就對Dalibach的反擊很重要 這就有機會我會再出一次和大家說 這一次都說不了多少 其他彈役 包括亦都有高速反輻射飛彈 這似乎是比例有例反攻獄 今天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用來反攻用的 不多3.5千萬 但這3.5千萬全部都禁實了 全部都是在烏南來做反攻非常好用 甚至乎在習波羅爾做反攻 都是非常好用的武器 對新的成績